哈喽啊 又是日复一日的拯救拯救者时间啊 今天咱们来看的这一台不再是通病了 它可以开机 咱们进系统来看一下 过去我们修了很多这款电脑 大部分都是CPU虚焊 今天这一台可不是啊 它可以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键盘用不了 按键全部失灵 当然了 键盘用不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外接一个就是了 它虽然键盘用不了 但是这个快捷键 功能键还是可以用的 很神奇是吧 同样的按键 换个不同的使用背景 它又有效果了 这么多按键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但是把它当功能键使用的时候 这些按键又都是正常的 亮度也能调节 性能模式也能切换 但是单独打字的时候 它就打不出来 这就不得不提我们的拯救者的键盘芯片了 这也不是它最主要的问题 它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它的显卡性能也不对劲 我们开一个显卡考机软件来看看 它是3070的显卡 跑分 可以看到它的帧率很低 只有30帧 就算它只有30帧 也不影响它是拯救者 自带黑椰21年性价比之王满血3070的身份 透过GPU这一软件的性能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性能降到了最低 功耗直接跑到了200多瓦 一个3070跑200多瓦 这好吗 就算是台式机的话也很难跑到吧 更何况这还是笔记本的呢 这一款我记得140瓦就顶贴了 它能跑到200多瓦 指定是哪里有毛病 习惯性的问一下机主是怎么坏的 他也不知道啊 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但是当我把主板拆出来看的时候 发现主板上已经有明显的进水痕迹了 有两处 刚好是对应它的键盘芯片 以及显卡的功耗检测芯片 这不巧了吗 两个进水位置分别对应两个问题 也是不经意间进了水啊 看这个都已经发绿了 看来时间也不短了哟 还好没有三道重要配件 些许的电路腐蚀罢了 像这种一看就是手到擒来 这应该是不小心撒在键盘上面了吧 然后漏了进来 先把主板送去水洗烘缸 洗完之后就很干净了 正面呢 我仔细看了一下 主板CPU这一面没有任何的腐蚀 这一块腐蚀的痕迹已经给洗掉了 接下来咱们只需要把电路给修一下就可以了 这几个电阻一看就腐蚀了 不是 绝对的阻值变大 这一看就是接19V的零有母电阻 先看键盘这边 这种拯救者都有单独的键盘管理芯片 这个电路一旦出问题的话 就会跟刚刚那个故障现象一样 键盘按键全部是零 但是FN的功能键却是正常的 这个故障呢 在19款与20款的拯救者上面出现的比较多 我看来想 似乎电路也没什么进水 那干脆把它的芯片给拆下来检查一下吧 检查了一下焊盘也都是没掉点的 OK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再把它原样装回去吧 这边可能是之前腐蚀电路之间通了 清理干净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显卡这边 这几个电阻啊 一看就知道坏了 是吧 它的阻值已经有点偏大 正常呢 应该都是雷欧姆的 它要么就是20多欧姆 要不干脆直接测不到值 难怪检测的电压功耗不准 像这样的话 直接把这一组的检测给它换掉 三个电阻全部都是雷欧姆的 找三个电阻装上去就可以了 像这种进水啊 就比较容易喜欢腐蚀这些小电阻 特别是这种接19伏高压的电阻 那是一腐蚀一个准啊 补上三颗电阻 这个呢 就是芯片用来检测显卡功耗的 功耗检测不准的话 就会导致核心疯狂降频 OK 来都来了 顺便把这个检测芯片也检查一下吧 底下焊盘没有腐蚀 那就没事 顺便清个灰啊 这个可以看到 出风口这边已经堵死了 出风口堵死不清理的话 换硅枝也没什么效果 是吧 已经有这种灰尘 条状的灰尘 这种散热不好的话 大大增加虚焊的概率啊 主板这边搞得差不多了 可以转机了 贴纸上面有点发明的痕迹 也给擦掉 这一款呢 还有个USB的通病 这个的话就顺便把它解决了 CPU 今天没你的媳妇啊 今天不关黑胶的事 OK 我们装机进系统来看看 3070 还是那个3070 功耗检测呢 要跑起来之后才知道 漂亮 114瓦 这就是默认模式下的显卡功耗了 也不再降频了 可以跑到100多帧 nice 切换到性能模式 显卡可以跑到140瓦 散热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散热压得住 对了 他还有个键盘的问题 咱们再来测一下 都可以打了 每个按键都可以打出来了 两处进水 分别导致两个故障 谁能想到呢 机主自己也没想到居然是进水了 他还想怪黑胶呢 没怪上 不过这个CPU的温度确实高 这在开机没多久 就已经将近100度了 这怎么能不虚焊呢 像这款AMD的CPU温度100度的话 是它的一个正常温度 都这样 我们可以给它关闭它的内屏 让它达到一个比较低的降温效果 在电源计划里面 直接调节它的CPU最大性能模式 调到99% 这样的话会损失一部分的性能 但是降温效果很明显哦 这在开机三分钟不到 这温度多下了 是吧 现在调完之后 瞬间降到80多度了 等会还会再降 应该最后会在70度左右 这个看起来就舒服多了嘛 像正常动不动就100度 然后又有黑胶 难怪这CPU这么容易虚焊啊 它变成高队了 回忍恨